眼前这两个男人实在是太狠了 他俩为了测试出谁才是自然界生物中的疼痛之王 竟然会以身试血 准备让世界上最大的狼猪咬上一口 亲自体验一下被咬后的酸爽 这是一只巨型狼猪 它们长着巨大的獠牙 这对獠牙可以打穿小型动物的头骨 轻易地杀死鸟类 甚至某些哺乳动物 由于狼猪靠水烯来进食 因此它的毒牙还能释放出溶解组织的毒液 毒液会迅速溶解猎物的身体 方便狼猪将猎物整个膝肝 因为狼猪的凶险性 这次两人不敢大意 时刻让医护人员做好救治的准备 这回轮到亚当先开始了 看着河内巨大的黑色蜘蛛 亚当不禁开始有点打退糖果了 罗伯小心翼翼地捏住狼猪 将狼猪的头压在亚当的胳膊上 看着狼猪猙獰的疗痒 吓得亚当都不敢睁眼直视 只见亚当胳膊上出现三个刺串的伤口 并不断地渗出血迹 而且伴随着剧烈的疼痛 亚当直言 这绝对是他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情 十分钟后 亚当的整个手臂都瘫痪了 甚至让亚当感觉不到有胳膊的存在 那正是狼猪的毒液造成的 接下来便轮到罗伯了 由于担心狼猪的毒液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的损伤 这让罗伯异常的紧张 但这也不能阻止他即将被咬的命运 巨大的獠牙狠狠的扎结肉 那种感觉 就像有人要拼命把你的皮肤转下来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疼痛在不断地加剧 好在实验结束了 接下来便是打坟缓解了 即便休息了一整天 两人的胳膊依旧如断裂一般疼痛 根本无法握紧全脑 因此疼痛强度4.5分 疼痛的持续时间很长 疼痛会如潮水一般 一波接一波地吸来 因此持续时间打分为5分 亚当的胳膊呈现出明显的红肿状态 但罗伯仅仅是被刺伤而已 因此疼痛伤害取平均值4.5分 狼猪总分14分 小于刽子手黄蜂的分数 暂时位列排行榜的第二位 接下来的两人又将测验哪些致命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